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它们抽干了 而且不会有臭味 当你放入环保箱的时候很少量 而且不会有臭味 另一个用途可以用在泥土做肥料 我们未开箱之前 看看箱子有什么作用 或者可以做些什么 主要是可以将剩下来的东西 变成大小缩小了90% 即是变成10分1的大小 而且不是很浪费电的 你可以放什么进去 这里有6个公仔 生果 动物的脂肪 我想是鸡肉、猪肉、鱼肉 鱼骨也可以 但是不可以用大的牛骨 或者猪骨 即是鱼骨 或者普通鸡骨 都可以的 蔬菜 芝士 蛋壳 和咖啡渣 再看看这里 它是一天可以用几次 也可以 放在室内用的 而且没有味道 而且很静 它里面的桶 可以拿出来 有个盖子 可以盖住 里面也有两个 隔臭味的浓液 就是那些过瘤器 这里讲到 你将出来的东西 就可以 本来是这样 你扔了进去桶 放进去 然后 砍 就是砍 抽干了水 它就会 变成很少 这里变成很少 这些是可以做肥料的 但是我看过 说明书 你扔下的东西 是不需要有动物的脂肪 譬如猪肉 牛肉 那些 你不要扔下去 要不然做肥料 就不会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来做肥料 那些东西都可以扔下去 就仍然都可以帮你 缩小一点的厨余 OK 我们打开箱 看看里面有什么 拆开之后 就看到 这个Food Cycler 里面有个桶 这个桶 就是你里面摆 那些厨余 放进去 另外有两个盖 这个盖 就是我们平时 你把桶放进厨房的时候 你把东西放进去 会有臭味 你就用来盖住 那个桶 另外一个盖 就是当你 再换个桶之后 你放进去 处理它的时候 就用这个盖 这个会封密一点 盖住 那个机器 那就不会有问题 另外呢 它有两个 的 的 我后面 就是那些 的盖 那 也有个 说明书 现在我拆转 机后面 看看 一个 它说有两个 的 我已经 就有四 个胶子 我现在撕剪了 最后一个 这样 就这个 按下来 轻轻 这样就开到 那这两个 就是那些 的 那你扭它 出来 OK 有两个 那当然 这些 的 用得很久 它的机器 有个灯会亮 你要换 是可以买的 都不是很贵 我见过 那这个呢 它就说 用之前 要拆了 这样拆开 是的 当你 把 那些 那些 在 这些 那些 那些 子 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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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下面有些螺丝纹 那样 扭壳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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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盖子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形状 有两个半圆形的口在这里 这些全部是蜜蜂的 它要将半圆形的口向着这个盖 这样两个半圆形的背后面 这个盖子 你就可以将盖子散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再讲回这个 平时你放在厨房盖住这个厨房的盖子的时候 这个盖子里面也有滋液的 所以它会隔到一些味道 这里有一个螺丝 你这样用一把手扭开 你会看到有一块黑色的滋液 这个又可以换的 用了耐油 也要讲一下 你将这个 cycler 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是需要 离开这些墙 是几寸位才行的 因为它要散热的 那我就不会 我打算不会放在厨房 也都不可以放在室外 你或者可以放在一个 车房 如果有车房 或者我会放在我洗衣房里面 那我这里有些位置可以放这个东西 因为它有这个桶给你的时候 你只是把这个桶放在厨房 就可以了 那你要处理的 你要处理的时候 你把它放在机上 那我现在把这个桶放在厨房里面 我现在把这个桶放在厨房里面 你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自动在转 即是我随时都可以做事了 如果你想完全关键 如果你想完全关键 你不可以这样一下 你要按住它 据住它 也叫做长笔 那它就关键了 现在把它关键了 我现在把这个桶放在厨房里面 这个桶放在厨房里面 也有一个箭嘴 你会看到 你把它放在厨房里面 就把这两个箭嘴 对齐就可以了 那它又会平 四平八稳 在里面 那么 山呢 这个盖 你看到这个盖 也有一个箭嘴 那刚才也说过 这里有两个公仔 这个就是 开 这个是山 那你就 因为你现在开的 那你就要把这个箭嘴 对着这个开的位置 那你放下去 OK 放下去 就放到的了 那你如果要锁呢 就扭去这边 那它就锁了 去了锁 去了锁 这里 那 那突然间 因为我刚才是按了stand by 我一关锁呢 它又开始 做干里面 那些 做干里面的 那些厨房 那但是我现在没有东西 我现在先关锁 这边呢 这边呢 已经装了一桶的厨余了 因为这个盖子呢 是有filter 所以你盖住的时候呢 是不会有味道的 放在厨房里 那么呢 注意呢 就不要装得太多 这个已经装到 你看到这条虚线呢 就是它最多装得这么高 现在都差不多 那我可以去处理它了 首先你打开它呢 就打开这个盖子 这个厨房的盖子 用的盖子就不用再用在机上了 那你 放入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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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放入锁箱 那你现在按锁 开关锁 那它现在告诉你 它现在开始干里面的东西 就是将它弄干它 接着下一步 它会将它搅碎它 接着呢 它用几十分钟呢 就会冷却它 因为它打碎的时候 是会很热的里面 所以要用一些时间去冷却它 所以要用一些时间去冷却它 现在做完了 好了 那我就打开盖 拿它出来看看 那它因为它已经冷了 30分钟 所以我碰这个东西 都不会热的 它已经冷了 它的内容就变成这样 开头是 先放下 开头呢 我放下的东西是这么高的 现在呢 碎了干了之后呢 就变成这么少 我现在 因为我这里没有放些 肉 所以就可以 这些干的东西可以做肥甜料 第二天 那我们有个瓶 用肥甜料 肥甜料 肥甜料 那我就在这里 存在 那我倒起去 看看有多少 现在我把它放下 这个瓶 这个肥甜料瓶 那么 变成这么少 本应呢 是这么满的 一桶的 现在变得这么少 现在讲一下 如何清洁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里面是 是 弄髒了 弄完之后 那么你可以呢 如果你有洗碗机呢 你放进去 洗碗机下格 都可以 放进去 洗碗机洗的 如果你没有呢 你就 在这个水口那里 用些 洗洁 用湿布去 洗去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这里 污糟 你也可以洗完 那么 另外 那个 这个盖 这个盖 你可以 抹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 如果这里 很骚 你也可以洗一下 另外 另外这个盖 这个盖 原本放在厨房里 用的盖 你也可以洗的 但是 你洗之前 一定要做这个 将这个 里面的 就是 涕 滤 这个 隔锡 的 垂涕 隔锡 你打开之后 fail 不要洗 这个一定 不要湿水 如果用得了 你可以换 使用 这个 你可以拆除 洗 两个 可以放入洗碗机或者洗碗盆 洗完干了后,把这一块濾液放进去 用这颗螺丝用手扭进去 用手扭进去洗碗盆 另外,你会觉得脏了 我现在看,整面都没事 因为没有东西掉出来 就算你想洗,千万不要放进水里洗 你只需要用湿布去洗碗盆 外面也是洗碗盆 这个箱本身就不能放进水里洗